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够了吗 小妹 只要你回来 你就是天天打哥哥 我也高兴 你说 你河畔经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听到什么了 哥哥 你这不是在拿刀子 捅妹妹的心吗 哥哥与那潘经莲 只是随意而已 你怎么能够当真呢 哥哥 你要是真当了真 妹妹我也不会怪你 你永远都不会像五二哥那样 用心的去爱一个人 五二哥 五二哥 又是你的五二哥 就是因为他害得我们兄妹两人反目成仇 还差点要了我的性命 哥哥 五二哥回来 他会杀了你的 我不想失去哥哥 虽然我恨你 师父 师父 吃梨 吃梨 你的梨我不敢吃 有什么不敢吃的 我也不要你钱 不要钱 肯定要我办事吧 吃吃吃吃了再说 谢谢 说吧 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事 就一件事 说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 西门庆的事 他在王婆家里到底在干什么 王婆家在那 你到王婆家去问 就知道什么事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这事和五大哥有关 对吧 听说有点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哪来 你不说 我去找五大哥 让他来问你 你千万别叫五大来找我 我全告诉你 那说吧 刚诸炉的吹饼 要吹饼吗 吹饼 吹饼 五大哥 五大哥 你快放一下担子 我有事要告诉你 女客 神神秘秘的 闹啥鬼 我也急事要告诉你 有啥事说吧 走 咱找个披荆的地方 我慢慢跟你说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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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青年嫂嫂 和我哥哥的事 你哥哥 我跟你哥哥 什么事都没有 嫂嫂 你不用再瞒我了 纸是包不住货的 现在街上 很多人都知道 好 那我就不瞒你了 我喜欢你哥哥 她说她以后要娶我 嫂嫂 你怎么能相信 我哥哥的话呢 她喜欢的女人多了 有几个娶回家的 她告诉我 我是她最喜欢的女人 她喜欢的女人 她都这么说 你可千万别上她的当 你说这些已经晚了 我已经找了她的当 上了她的当 没有法子再退回了 那你对吴大哥怎么交代 吴二哥回来 你又怎么说 嫂嫂 你不能再这样了 你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 我哥哥那边 我去说 不可能了 女人走出这一步 即便是退回来 也会让人 指着脊梁骨的 那你就破冠破摔 这样不人不鬼地 过下去吗 嫂嫂 你不能这样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你只要退回来 在我心里 你还是个好嫂嫂 吴二哥回来 我会让她好好地对你 行吗 如来 我现在心里很乱 你让我好好想想 也好 嫂嫂 妹妹希望 回头是岸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说呢 一提起王婆家 她就一脸的不自在 我还正在猜疑呢 吴大哥走 咱这就去王婆家捉奸去 云哥 莫急啊 王婆那个老狗 是何等奸华 咱们贸然去了 他把人藏起来 我们抓不到把柄 西门庆再反咬一口 吃了打不说 还有吃他的官司 你吴二哥又不在家 倒了没 只好往肚子里咽呢 吴大哥 这口恶心就忍了 忍 兔子竟然还咬人呢 云哥 嗯 这 行 我听你的 走吧 早点回来 把门关好了 嗯 好 走 干娘 娘子 怎么样了 大郎和往常一样 倒也没听说什么 看来那小猴崽子是怕了 对了娘子 人家大官人 今天天不亮就来了 等你消息呢 走吧 别让大官人叛极了 干娘 你去跟大官人说 奴家今天就不过去了 那怎么行呢 他要是见不到你 他会跟我急的呀 可是 我总是担心呢 有啥可担心的 武大不知道 你还有啥担心的 赶快走吧 走吧 走吧 大官人 我还是很担心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谁都不敢把你怎么样 他就把你平常肯定下过去 那天别cc 我又嫁了 你不敢乱